在沙發上面 三人沙發上面 掛一幅東西 都可以是豆芳 乾乾淨淨 但兩邊是長的 這些是領 可以的 還有 豆芳可以當作紀念品 像上架送給人 都有 所以豆芳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新年的時候還可以這樣 所以豆芳是非常好用的 我們現在做的豆芳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寫的東西是正正規規地寫一個字 跟著旁邊寫一首詩 我先示範一次 唯一麻煩在於什麼呢 他用到兩支筆 第一支筆比較大一點 你可以用大如意 或者用普通三馬筆 可以用水的 別那麼乾 重一點 重一點 差不多手掌位 整個東西的右上角 或者中間 就是這樣 或者這樣寫 看著 重的 停 不要離開一張紙 下來 停一停 踢上去 踢了之後 不用再點密 順勢 上去 順勢 帶下來 幼的 幼的 回過來 可以離開一張紙 再錄的時候 輕一點 輕一點 重一點 所以好像整塊樹葉 整塊竹葉的樣子 形態就像竹葉一樣 就是這樣 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裡飄逸一點 這個重 這個輕 一個矮一個高 整個線條是這樣的 這樣會互闊一點 然後呢 我們會寫字 寫一首詩 寫兩句 我放大一點 看著 今天的東西其實不難的 待會我開著電話 大家可以練一練 不明白的可以問我 開始 看著 好 等一會兒 我先放大一點 好 這個都是直字來的 這兩個字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字來的 直直空山中 臨此君子寺 這是誰寫的呢 元代元朝的應該是 吳鎮 不是吳鎮宇 吳鎮 他畫粥很厲害的 主要是畫粥 畫完粥之後 有這樣的題字的 是寫這些詩的 其中一句 直直 冷清的 沒有什麼人的 直直無文 冷清沒有人的 一個空山裡面 有一些這樣的想言 這個想字在這裡是莊嚴 莊嚴的好像君子那樣 就是這些竹 竹一向被人以為君子的原因 和何方不同 他又不是不晚不知 他有知的 不過因為他是中空的 每一個竹幹裡面 中空的 被人覺得謙虛 是虛的 這個字眼在中國裡面 有很大的反差 虛 可以說他不要了 是虛的 金玉其外 敗稅其中 虛 神虛 男人最忌的 但是他也可以是虛心 謙虛 是吧 海納百川 為什麼海納百川 謙虛 謙虛 虛字本身 政府兩方面很極端 這是虛心 謙虛 中空 所以 像君子 第二 他本身有折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折操 所謂的品德高尚 有自己的原則 一折折 又像君子 第三 風一出 他會彎的 風走了他會直回 他不會咬斷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還有一些建築工地 當然有用鋼筋 但是都是外面的棚 竹棚 竹棚 都是用竹 為什麼呢 他受得住那些風的力 再加上本身是清脆 不容易隨著四季雕借 所以這麼多東西 一定是君子 有品 竹 所以在這個課程中 第一堂教的東西就是竹 寫的時候 就不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只有十隻字 空、山、君子 那些不難寫的 只是一個直字 直字難寫一些 很多都是這樣寫的 縮字本身 這個有原因的 就是他本身這個位置 很多時候 這個結構本身 就好像成功的成字 那些來字那些 他有原因的就是 他這樣打橫的東西 變成了打直 這個也是 但是由於他太複雜 我就不講了 總之這兩個寫法都是直字 如果你要麻煩的話 寫兩個這些都可以 沒所謂的 這個是想字 中間一個回字 下面一個是視字 我不退出群組 大家可以一邊開著相機 一邊寫 有什麼不明白可以問我 現在試一試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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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